马克龙在索菲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决定退出伊核协议的间接影响 就是将服务于俄罗斯和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发展立场 1944年5月11日 苏联红军收服了克里米亚半岛 同一天国家国防委员会发出了斯大林签署的第5859号决议 下令将全部克里米亚打胆人前往乌斯别克斯坦沙漠 罪名是与德国占领军合作 这项决议的第一个执行条款是 所有打胆人将从克里米亚临头驱逐到乌斯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区 作为特殊定居者永久定居 克里米亚打胆人到现在为止 无法将流放事件从记忆中抹去 哈萨克斯坦能源部新闻办公室通报称 哈萨克斯坦今年前四个月的石油出口量比上一年增长4.3% 欧盟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会议5月17日 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行 28个澳门成员国达成一致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 统一保留在伊核协议的框架内 俄罗斯国防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介绍说 国防企业的市值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了3万亿路比 鉴于近期重新爆发的埃布拉病情 钢果民族共和国政府近日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要求 希望能够获得可能挽救生命的新型疫苗 今日首批4000支实验性质疫苗已送达到钢果民族共和国